贪是一种不知足的追求 在人类生活中 贪制造了不少影响 从原始社会到今日的法治社会 期间就发生了千千万万的变化 好像生活水平的提高 和物质需求的改善等 但是另一方面 贪是人类的一大弱点 贪是一种欲望 贪心的人 他们的思想和行为 可能会被欲望控制 而失去自我 为了得到这欲望 他们会想尽办法 不择手段 去做一些损人利己的事 曾经轰动世界的 加拿大迪温五胞胎姊妹 在1934年经济最萧条的时期出生 在医疗水平 还不是那么发达的情况下 五胞胎姊妹可以说是医学奇迹 媒体的报道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 包括一些心术不振的人 曾经有公司和五胞胎的爸爸达成交易 可以将五胞胎的样子制造成商品出售 还有计划将他们公开展览来赚钱 五胞胎有利可图的吸引力 甚至引起了加拿大政府的注意 在他们四个月大的时候 加拿大安大略省政府通过了迪温五胞胎监护法案 剥夺父母的监护权将他们带走 理由是他们不仅是世界上唯一存活的五胞胎 也是当时世界上唯一的铜卵五胎 他们的成长和生存具有深远意义 所以政府要确保他们得到完善的照顾 教育和福利 安大略省政府专门为他们建了一所保育院 保育院的环境非常好 可以说是应有尽有 除了有医护人员照顾之外 还设有专门提供游客参观的特制玻璃走廊 游乐场和纪念品商店 每日有两个时间段开放工人参观 平均一天就有六千人来排队看他们 所以每个早上都会有专人为五胞胎卷头发 穿衣打扮 当地政府还会在不同季节 推出五胞胎最新的相片 他们每天都是在这种被窥探中度过 五胞胎在镜头前打扮得漂亮可爱 表现得无忧无虑 其实他们跟动物园里的动物没有分别 根据统计 由1936年到1943年短短的七年里 就有大约300万人去过安大略省参观五胞胎 五胞胎为加拿大国库带来5亿美元收入 此外跟五胞胎有关的广告、产品 像牙膏、卖片、纪念品等一直不断推出 还有好几部影视相关的作品 五胞胎成为安大略省的摇钱树 9岁的时候终于回到父母身边 可是因为离家太久 不单止没法跟家人相处 还受到其他兄弟姊妹的排斥 而父母就继续将他们当作摇钱树 到了18岁 五胞胎终于可以脱离父母的控制 过自己的生活 他们成长的背后是令人心酸和感叹 有人说 人性最大的弱点就是自私 贪心的人会将自己的利益 建立在别人的损失上 人有欲望并不是坏事 也不是犯罪 但是过分贪恋和沉迷在欲望里 便会造成罪恶 可以摧毁人的一生 新约圣经提摩泰前书六章九节写道 但那些想要发财的人 就陷在迷惑 落在网络和许多无知有害的私欲里 叫人沉在败坏和灭亡中 当人没有神作为倚靠的时候 便会缺乏安全感 于是他们会不断追求金钱 物质 权力 地位 使自己的内心得到满足 他们会不择手段地去达到目的 新约圣经马太福音十六章二十六节 主耶稣问 人若赚得全世界 赔上自己的生命 有什么益处呢 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 人可以用生命换到世界的一小部分 但是没办法用世界去换回失丧的生命 当失去了生命之后 我们拥有的一切 一会随之失去 就算人可以赚到全世界 但是就无法赚到生命 新约圣经约翰福音六章二十七节写道 不要为那壁坏的食物劳力 要为那存到永生的食物劳力 就是人子要赐给你们的 因为人子是父神所应证的 主耶稣提醒我们 不要只在乎今生 不要为了今生而忧虑、烦恼 我们应该在乎的是永生的食物 人生就好像是昙花一现 一瞬即逝,转眼成空 人真实的需要不是物质 而是永远的生命 主耶稣是生命的源头 是生命的供应 只有主耶稣能够让人得到真实的满足 你是否希望主耶稣 能够供给你一切的需要呢 是永远的家用 如果我们想找个小梅 就会来到辞职的人 我可以收到小梅 就会来到小梅 但我发现了小梅 我走到小梅 再次到小梅 再次到小梅 小梅 再次到小梅 再次到小梅